警告,本內容可能令人反感,包括將本內容派發,傳閱,出手,出租,交給,或者於年齡未末十八歲之人士,或將本內容幸好人士出事,播放,或放映。 Warning,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made offence,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aw, high, given, land, shown, played, or portrayed to a person under age of eighteen years. 好,歡迎新生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IM,今天很多嘉賓,是路過的嘉賓,阿Day,MK3,高中山,阿澤,其實呢,見到我開頭就不是重點,但是見到邪惡的高中山在,就不知道說什麼了,我成年了,你成年了嗎? 你去拿我想尾三號算吧? 這樣也可以,有馬二你不是有話說嗎? 不是呀,其實今來你會正題,今來我們有播放H-GAME,我們有 不是說H-GAME,是說H-GAME公司的系列,即是都是H-GAME啦! H-GAME也好,L-GAME也好,GALU-GAME也好,都是GAME而已,別管啦! 那,沒問題的,今天要說的是什麼呢? 對啦,上次我們說了New Chobas的Saya Nohuta,即是Saya Nohuta,即是Saya Nohuta, 那,今天絕對不會說這個Lost of Christmas的Guilty Crown, 那今天說的是什麼呢?說另外一間廠,都是一個,有那麼少年期,有那麼少年期的人一定有玩的話, 就是二十多年了,差不多有了,一定有,九零年頭的, 九零年,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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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年,這個不是歷史考究, 不是歷史考究,就是Elasov的地域鎮壓型遊戲,錯啦! 只是說大系列,即是大番掌,大... 惡師,大帝哥! 在在這裏有一半人,是沒有玩過前兩作的,但有看過, 只要有兩條死老鬼,其他人主要都是說大帝哥, 不是,有看過H-Done的, 那說回來,不如先介紹三隻遊戲吧, 或者我們簡單說一下Elasov的地域鎮壓型, 因為三隻遊戲都是地域鎮壓型的, 但Elasov第一隻地域鎮壓型應該不是這三隻遊戲, 第一隻應該是鬼祖王蘭斯,應該是96、97年, 95、96年,出現《鬥神2》之後就到他了,我記得 大概的年期,但這三隻的大系列呢,已經是去到2000年的時期, 01年就大惡師,打向頭炮, 之後就是04年,03年, 是Tree王天使出現之後就到他了, 是的,然後就到這隻了, 大番掌, 然後這隻最update, 上年的11年的大帝哥, 大家都看到, 其實系列時期都差不多差不多十年了, 雖然只有三隻作品, 當然,Elasov當然不會跟普通的一般響遊戲一樣, 兩年一作,不會有這些東西的, 但是, 他這個系列,始終都有一些人氣, 多多少少少, 都源自於Elasov的正硬型遊戲的, 出名的地方, 因為,在Elasov來說, 他有差不多的遊戲性, 或者是, 他有差不多的平衡, 平衡在什麼呢? 就是,純我以鬼速的平衡, 我以鬼速的平衡, 是的, 在人家眼中已經很鬼速的, 因為我講, 自從是, 慢慢開始, 他已經是轉型了, 一直開始, 新的世代在這裡, 已經是鬼速向的, 真正鬼速向的, 就已經少了, 呃, 都會有的, 會有的, 但是, 超黃閃印算不算? 超黃閃印都已經分兩條線, 而且另外, 可能不夠超黃天使鬼速了, 超黃天使經典很多, 是啊, 但閃印有風陰, 其實風陰不是很灰塵, 風滑就可以的, 風滑就可以的, 風滑就可以, 再次, 又講一些太高深的東西, 是的, 先介紹遊戲先, 地域鎮壓型, 你說初代的, 九十年代, 鬼速黃藍絲成名的原因, 可能是, 未必是遊戲性的, 老實說, 對於這個世界觀, 對於這個世界觀, 因為大到癡根, 除了這個字, 我已經想過, 那時候, 一口氣把所有的故事, 大綱, 人物, 劇情, 一次過放出來, 等於大家看看火鳳鳥, 覺得什麼時候才完, 但突然間, 出了一隻, 熱反火鳳鳥, online, 就可以打到他, 進朝成立的, 所以你就會看到, 嘩, 你想到多大呢, 就是那個比喻了, 完全是這樣的, 因為那時候, 一個問題就是, 藍絲分得太慢, 大家有些設計設定, 好像撤了出來, 但又不知道有什麼用, 搞得有個, 即是, 畢竟起, 在Ellisroft內部的, 或者是營業方面, 所以就, 盡定保證那隻, 這樣的東西出來了, 但是這個, 可以說帶起了, 當時的這個業界, 或者是, 它地壁鎮壓型, 打響名堂, 於是就出現了, 它出現了, 它出現了, RPG, 還是SLG, SLG, 這樣, 它去到, 真的去到大翻掌, 大惡斯, 大帝國, 那, 它就, 有別於藍絲系列, 它沒有一個, 相連的世界觀, 或者是故事, 雙年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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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件事, 在惡斯裏面有講到的, 裏面有一個, 大惡斯裏面有一個博士, 曾經有研究了一種機械, 就是一種, 空間轉移的機械, 即是, 藍絲, 那些, 鬥神裡面出現的二界多, 這一個, 其實都是, 可以叫做, 全部的作品都連繫著, 就是靠這些, 但是, 它只是人物亂入, 實際關係就沒有, 故事有關係, 實際關係就沒有, 即是, 大家玩鬥神都像沙, 不知道為什麼會看到, 他會看到, 藍絲, 空襲, 某人, 那樣, 那些, 打打比賽, 然後, 又不知道為什麼, 打大帝國, 那些, 又會突然有個元朝出來了, 但是, 那些元朝又是藍絲, 所以, 又很神怪, 不知道為什麼, 這三個作品, 其實, 沒有一個故事上的關聯, 三位主人公都是獨立人物, 我們簡單說, 這三個作品, 大概是怎樣, 初代的, 大惡斯, 惡斯就是一個, 龜角子女, 是, 但不是一個普通的龜角子女, 而是一個打敗仗, 結果被人俘虜了三年, 但憑著, 那邊應該說過的, 是, 他是靠, 不斷用自己的技術, 去拉攏女性, 那時候是一個, 女上男下的社會, 是的, 女上男下, 是社會階級, 所以, 他就是, 又馬爾不斷在那裡笑, 不要緊的, 所以, 絕對是值得玩, 這遊戲, 所以, 他又憑著這種, 技術和能力, 鬥志, 不是二血有情勝利, 怎樣可以爭取回來家, 其實就是回到這個, 奧沙卡, 但不是大阪來的, 是, 但我發現, 已經是女上男下, 女性變成這個, 管治階級, 那他本身, 他是一個, 組, 即是, 這個, 測社會, 簡單來香港講的, 這樣的繼承人, 原因是, 原理是, 但是那個組, 已經被, 他的, 騙野的妾事, 應該是, 就, take over, 那他的問題是, 他怎樣在那裡, 奪回他的組織呢, 然後在那裡這樣, 這個測社會的爭霸地盤, 就是這個故事的大朗, 但裡面呢, 他會有很多不同的, 故事, 譬如說一些邪教, 新鷹宗教, 馬古教, 或者一些, 或者舊的對立組織, 是啊, 即是那些, 或者是戰敗國的, 即是故事的, 戰勝國, 戰勝國的管理層, 以及這個市長本身, 這個行政機構, 是的, 即是絕對是一個, 黑社會如何對抗政府, 黑社會如何, 和隔壁黑社會對抗, 大家聽到這些元素, 都會想到, 這個遊戲的無法無天程度, 絕對是不順於GTA的, 所以道理上, 會產生了一個, 我們之後會討論的問題, 就是他大家, 幾個作品的資源, 或者計畫的不同, 故事簡介, 到這裡先, 我們先說另一隻, 就是下一隻, 即是第二代, 即是翻獎, 其實大奧斯和大翻獎有什麼分別? 有分別嗎? 現在先說回那些, 因為大家要知道是什麼, 另外, 去到翻獎, 翻獎就變成另一個世界, 超能力的世界, 超能力的世界, 即是大家可以看GT框, 沒有人可以抽這些東西, 不是特邀身, 還是特等身, 好像是特體身, 我記得這樣, 我都不太記得, 不知道是特甚麼在身上, 就可以講得到一些, 但是每個人的超必是不同的, 可能每個人有不同的超必, 可以用於不同的人的戰鬥上, 於是就所謂的翻獎, 在某程度上都是學生圈話, 即是在觀察片, 超級學校爆破一樣, 這個東西有沒有人認識? 超不獲牛包? 四大天王都有 這裡有兩集 印度佬 好,先說一句 於是我們的男主角 就要打低 這個盤踞學校的邪惡翻唱 這個一出場已經在強姦 一個女生的邪惡組織的人物 不要這樣看著我 高興生 這樣打低她,然後佔定了學校 成為學校的新個翻唱 然後由學校 成為市代表 即是市代表 好像打甲子圓 圓代表出線 然後打完,打全國 向全國衝發 這個就是追尋夢想 有情 有情 完全不一樣 你一出來的時候 效果是很震撼 但是你玩下去 慢點說 大家都應該玩過 不然應該不會是這集 大帝國 當然叫做帝國 就是第三帝國 日本軍國 日本帝國 日本帝國 他是說宇宙大戰 不是世界大戰 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但他有很多事都是古傻班的 那 他是說日本 如何 受壓迫 不平對待 中帝國 不是中國 中帝國 要想搶他的帝國 然後他要怎樣去還拖 打贏 然後發現 美國 他不是叫美國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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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美國 馬克亞瑟 那些 簽北平等條約 蘇聯 互不侵犯 那些 全部都是二次世界大戰 正史的 古傻 裡面又選擇了這些 大致都會看到類似 那簡單說 如何用日本的角度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舞台 清復全世界 舞台變成宇宙 每個星球黨一個國家 是的 你看回故事格局 是一集比一集大 一開始就是一個市 然後就是全國 最後就是全世界 不是全宇宙 應該是 那下次 下次會怎樣 下次會怎樣 但是說到這裏 大家都大概知道故事如何開展 但是作為一隻 地域鎮壓型的SLC 大家都知道很明顯功成律地 才是我們的主軸 為什麼這系列會這麼厲害呢 或者地域鎮壓型的SLC Elasoft的作品 為什麼可以拔到一個 這麼高的評價呢 代表性就是 遊戲性方面 就不是故事性 當然故事性不可以太差 故事性 其實大低骨故事 大低骨故事 其實沒有故事 嘩 重口味啊 但是你覺得 我覺得你沒有要求Alicsoft 說他的劇情很好 因為我們一向都不期望他的劇情 遊戲性 不是喔 不是喔 故事是主導一切的 其實真的要講 但問題是你系統是輔助的 你要怎樣玩你的故事 A社最重視的應該不是劇本 我相信 重視的確不是劇本 但問題是你故事始終是 故事始終是 故事始終是遊戲主導 你的系統再好 都是輔助你去玩這個故事 系統會與時並進 劇本你才可以的 他始終還是掛著A社的名項 他不是一隻螢幕沒有故事 他不是一隻螢幕沒有故事 他只是穿了整天跟你說話 那些 我想其實基本上他的故事 不是的 我們要求很簡單 不用說你言之有物之要 不要出錯 沒有失分就可以加分 對 好像翠大比遊戲的分 永遠都很高 不要說別人 那些 講了這麼多一些比較簡介的東西 我們是時候探討一下 每一代的對比 或者是遊戲性 或者 講系統 我們當然 作為地位政界的人 很代表性的 一定要講一下戰鬥 但戰鬥方面 基本上 用的系統 有一定的相似性 如果你說大鱷斯來說 那他就是六對六的打鬥 會合制 是 翻掌也是 都是 翻掌也是 六打六 六打六 那跟藍絲那邊也有些五十三次 那但是 如果你說去到大帝國 就變成做是 八對艦 然後 編配在不同的 戰鬥區域裡面 而去戰鬥 就是你的總調動部隊 所謂八對 那這個可以說是 部隊上的設定 那也是可以說 一個 雖然 去到大帝國 他變化了 作為八對兵 如何擺放不同的區域 但是 沒有反應他都是 作中一種 陣營 或者是調背方面 其實他那邊就是 主要是 對你 應該是 用哪一隊 對哪一隊 這個 你 因為 你角色始終是有分 強弱的 怎麼用弱的角色去 擋住強的角色 或者用強的角色去對 強的角色 或者用強的角色去對 強弱的角色 會很重要的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遊戲 其實他沒有一種 明確的兵種屬性 沒有的 而 要說回 頭兩部就是 用距離 距離作為這個分別 對 例如你說 這個大鱷斯 他也是 軟 中 近 大翻是一樣 都是軟 去到大帝國 其實就 只是有超軟 軟 中 不是 其實應該說這個 速度的問題 是不是 都可以 空母艦 追尖艦 但是 concept上 其實是類似的 都是類似的 但是他只加入了一個 速度元素 相對而 講了這個 距離問題 但是另外有些 細節位 例如說前兩代 會有所謂 命中和 miss 但是 屋斯還有特別 有一個東西叫lucky lucky 超lucky 就是那一回合 對方又沒得動 是 對方又就會這樣 有個 可以做到的 是 有好可愛 後面 也沒有 也沒有回避 而前兩代 可能是有回避 或者是miss 也有回避 其實沒有分別 但去到大帝國 沒有這些東西 即是 一發炮 必定中 顏色,要擋 擋這方面,這遊戲基本上就沒有擋 一來一回,是很正宗的 只要肉盾 所以如果你被人打死了,你就糟糕了 因為他前兩代死了,就真的死了 前兩代很乾脆的 一場死了,就真的死了 因為大家都明白,第一代黑石砍人死了,當然死了 而且每個角色都會不同,這也是非常值得 第二代,不知道為什麼小朋友一起打架,死了之後都真的死了 但去到最厲害的魚炸大戰,死了之後是不會死的 有求生艦,有求生裝置 科技法打 都合理的 但應該是瞬間逃生艦 有酸理由,去到極厲害的地方 令個角色充滿了火 被人包圍著,等於你又不死 可能看不到,趁亂走 這就是所謂的命中,或者是死了的人,可不可以繼承 這些問題 但如果你說回到他,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們三隻作品,在戰鬥上 前面,頭兩作是會有大技 是 有些角色有必殺技,或者是支援技,加命中,加回避 或者是發動駐場技能 而大帝國是沒有這些 有些特性的 反而是秘密的特性 轉了角色技能不同 應該說,角色技能和數值加成不同 有些不同 前兩代,例如說,大惡斯 惡斯的超必殺技,當然是大惡斯 超必殺技就叫大惡斯 那是兩倍還是三倍 兩倍,反而是師傅厲害一點 有2.5倍,但命中度比較低 另外沒有消除對方的運動 大惡斯也是直接消除對方運動 有我先打你 你又不能打我 一拳打死你都可以高攻 因為雙倍 這個是超必殺技 當然你可以用普通攻擊打的 因為他有一個用力的一格的系統 所以就說 你也要反過來 例如說,我一場有七格的 但我一夜用了六格,全部出大技 但是你下一個回合 你的氣究竟回了沒有? 回不完那一刻 反掌問題最明顯是因為戰鬥太多 反掌問題 打一場不難打的問題 兩場三場四場一直跟著去 假如二軍三軍的配備不好 就很容易拿到 被人反咬回頭 但是你說去到反掌 都有所謂的必殺技 還有緩護技 那緩護技有個惡斯一定要說的 白色煙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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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有用 因為角色只有三格行動碟 好像是 但是呢 他一扔那個球出去 你打不到人 人又打不到 人又打不到 收工 cancel了回合 這樣就 因為他始終都是回合制 好像打六個回合制 不是 一個角色一個回合 假如你出四個角色就只有四個回合 兩個角色就只有兩個回合 是看大數的 例如你兩個對方四個 都是跟回四個回合 所以如果 因為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你打別人開拳 打別人 人打你呢 你就要在想 究竟你給誰人來打 我以為是 你自己選的應該說 六個角色方面 你就可以自己選任何一個角色 你可以用死同一個角色 打夠六次都沒有問題 是啊 但是問題是 如果他打著過你小血的人 你就會拿東西 是啊 所以這個煙霧可以說 就是擋了那個 化解的那個攻擊 那個迷之攻擊 那些是消耗戰來的 主要可以用手吃 可以用 但是 去到大大角 就沒有了這些東西 有相似的東西 例如 越南 雨雷 攻擊減半 那些都是有少少用的 但是 說真的 他防守戰去到那裡 已經不會打很多 一未打 全部全攻 因為他基本上沒有手戰 那些東西 就是 而且大帝國就有別於另外兩隻 就是 人家的進攻是很差的 人家的防守是很厲害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你打人呢 就很難贏 人打你呢 就很難贏 最近是天災 天災 天災 因為大帝國 如果他打你的話 他明明是美國 但他可以只找一隊 一隊冷過來打你的 你 你防守戰可以八個人 來視候他一個人 所以 其實你很難輸 還有你守城才是有優勢的 你可能 四隊兵 我死了兩隊 我都轉手贏 一開始 更新了 還未出現的時候 受傷的戰艦 可以守城 但不可以攻 可以守 但不可以攻 這也是方便的 一開始 那時候就是交替 不斷兩隊這樣用 打慢很多 不是 打到的 慢到慢到慢到 全部方向都沒有想到 可以有數下去 那你說 如果是回到前兩隻 翻掌和惡斯 就 有個彈性 因為你不是滿血的人 你都可以打 又可以擋 你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你夠不夠格數 還可以出到招 但其實都可以用一些 肉桶爭招 就算出不到招 即是你出不到招 我已經用到滿了格 沒有要出招 那你就這樣按了 肉桶也吃了招 你也可以有這樣的選擇 所以你會看到 對比亞去 有回到前兩代 有個彈性 變化 每個角色的用法都不同 有一個組合 因為 譬如說 我有一個擋招的煙霧 然後 有一個口血的肉盾 那我已經足夠守城了 但如果你說 去到最新的大大國 你怎麼都要捱咎 那些東西 打殘民地 或者你不要怎樣死 還有這個 中攻時候的中度 前兩作都是 不同地域都會有不同格數的 有些有三格中攻 你要打夠三格 有些有六格 有些有九格 你發現大帝國就一戰定生死 這個就 最差就是出了 若然不夠打的 是沒得走的 那我想 很多人都會批評大帝國 他的靈活性不夠 前兩作這麼好 但我覺得 大帝國原本 他的目的是 創造一個 即時戰略遊戲 原本的概念是即時戰略 如果他是一個即時戰略遊戲 相信一定是比前兩作大的 不過很可惜 大家都知道 大帝國後期 發覺技術上 做不到這個即時戰略 所以出現了 現在大家在玩的版本 因為時間不夠 可能很多自由度 沒有大家想像中 那麼高 所以看到大家都會批評 大帝國為什麼這麼悶 都不夠前兩作 那麼好玩 但其實 本身他原本的遊戲的目的是 可能 如果出到來的話 那可能其實可以 給大家很多滿足 這件事 有些事講一講 其實這些就是 遊戲 遊戲廠面對的壓力 大小遊戲廠面對的壓力 這個其實 由剛剛翻轉完了 大概兩年之後 2007年 其實一直都已經有講 正經這個大帝國 前後已經拖了三四年了 已經是 但問題是 沒有可能是無限期的等 一款遊戲 沒有可能無限期的開發下去 除了一間非常特別的 KeroQ 這個題外說來的 KeroQ 我是很有願行的 這間公司 overflow也不太多 剛剛 薩古拉斯 2004年 開了出來 第一套作品是他 H20才是第二套 現在怎樣 差不多十年開發了 才製作了第一張體驗版 給我 那沒有的 魔法師之事 那些那些又不一樣 他那邊是由一開始出來 已經一直在開發 還有一隻 陰同影 大概是 2010年的時候 還是2011年 我不太記得 那一隻從2014年開始出來 打廣告 之後一直沒有消息 然後到2010年 一年的時候 就在網站打廣告出來 現在開發終止了 我那時候一直在想 原來你還在開發 那些遊戲 沒有的 你去吉超看很多遊戲 有時候都會這樣 等於醫社 我們遲些說戰旅神 明明叫五年計劃 但是為什麼這遊戲 是2011年 還是2011年才出 戰旅神很淡 你又是延期的 這些正常事情 不過不是今天的討論 沒錯 看外話 先說回正題 你講得很興奮 那麼 戰鬥系統方面 會有這個 前兩座有一個分別 但另外一個更加緊要的分別 就是 大鱷斯 是可以一彎打幾局的 是的 即是 如果大家有玩過 戰國藍絲 多電源玩過 就會明白 你一場 只可以打人一座城 不是 只可以攻略一個地方 你可以打幾格 但只可以攻略一個地方 對 即是你可以全部打 對 例如你有七格 你可以打夠七格 但之後就打不可以攻略另一個地方 成功攻略之後 對 全部殺兵都可以用 但是這個呢 你可以不斷打的 只要你有錢 對 因為大鱷斯跟大蕃獎是一樣 攻擊的時候 需要一種 錢 蕃獎不是打 蕃獎 還是要打 蕃獎 不是 都是要的 都是要 那隻叫做 P牌的東西 水晶 我都不太記得 但都是另外一種資源的東西打起來 一個是每次相同的 每次打一次就增一倍 因為你打一場好像要一百元 打第二次好像要五百元 而且是隨著你錢的不同會增加的 所以你要有極大量的資源 然後換取你的速攻 但你有一個速攻的可能 反過來就沒有這個彈性 他要限制你前期已經要有效率地打 就不可以說儲久些人 後來才一夜狂獸 你一開始就要很快打 另外就是大帝國最新作 你的船艦開發跟你的佔流領地數是正正比的 你每佔五倍數 多五座城就多一個級的戰艦 即是升一級 戰艦開發 新的船艦開發 即是攻擊力全都厲害了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你一開始不同人打 但人家又不斷發展劇情機器 會開始來打你 你根本就沒有可能一個日本仔 怎樣面對蘇聯 美國 英國 夾攻的 即是你有三條戰線去打 然後你可能只有十個人 怎樣可以一個戰場 最多用八隊 你只有十個人 怎樣調配三條戰線呢 就是那個問題了 即是你會死眼的 所以你一定是如何 即是第一個攻擊 一開始有積極攻擊力 如何可以二十個彎 又要打到十塊地 或者十松這塊地 三彎將中國打的 是啊 但三彎打贏中國 你是偷襲不到張珠港的 是啊 所以我會再燈多一陣 為什麼偷襲分珠港的 因為你要調一些人 你有沒有扣好血呢 有事 人啊 人角色方面 其實收回來的方法都不同 是啊 因為你說 學師反掌那些都可以另外 只是觸發事件 就無需打鬥 只是觸發事件 就可以拿到人進來 但是大底角就好像沒有這樣的角色 基本上都要抓 但問題是如果我已經打了那塊地 我又要被人打走 我才可以做到那件事 譬如說 他在Core開始暴亂 美國那邊 你要抓自己的 不是扣仔 那個 兒生女 不是之前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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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馬尾 抓金髮雙馬尾的人 我想抓 不太難抓 你好像是要在Core發生暴亂 但是又未開始靈慾事件 就要打了這個 USJ USJ 是的 那個事件只有兩回合 即是你要 前提是 你要大概遇到Core差不多來了 那時候你一定要先拿下威爾 然後等著等他暴亂 暴亂完之後 就是那兩回合 我一定要打倒 要不然你就收不到這個女角 我這樣眼白白看著他被人拿了 沒有了 因為他靈慾完的角色就消失了 是的 整個不見了 精神崩潰 因為以前 應該未必一定會是這樣的 以前有些就會的 例如發生了二兵 你那時候之後 都是死了 或者走了 遲些會 其實那些 到二兵多數都是由主角自己發起的 因為莫國師 其實你捉到一個女角 因為我捉人系統 先說 因為前兩代 捉人系統都是加HP的 是的 即是比如說 你不是直接擊敗他就搞定 你是必須要計算他 例如他有35的血 他那些 你必須要去到33 打他33 或者34 剩下少量 是的 最簡單 還有最討厭的 就是因為回合制 固定回合制 但是他這些 就是沒有待機的 一是攻擊 一是你就行動不了 所以假如說 你計算錯數 那你就有時候 會錯不錯 手殺掉一些角色 因為你是不是都要打他 所以剛才為什麼 那個白色煙幕 很有用的 因為我可以搞定 要不然你明明 我要捉的角色 我可能已經打了我一血 但是我還可以攻多三次 但是對面 對面的其他人 已經死剩那個人 我是不是都要把他 吐了他三槌 一定要怎樣 頂到三拳 是不可能的 於是我扔三次煙幕彈 是的 這些時候 這些時候 或者用手加減 沒有手加減 有手加減 兩邊都有手加減 但是這個原理去到說 翻獎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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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有一次 我殺了 這個殭屍那邊 暴落女 如果不是他會被人捉去殭屍化 後來是全其殭屍化 翻獎那些很壞 所以你一開始開頭 假如你慢慢打 那些異瘍就會不斷發生 然後那邊的局勢就會不斷去死 你一定要很快去打 其實整個系列都是這樣的 就是 他有個故事 雖然我們說大帝國的故事是差一點的 但是 他是根據你的移會 回合來計算的 譬如說大鱷師的 去到第幾個回合就會開始選市長 去到多少回合 不知道哪個黑社會跟你選戰 去到哪個回合 拉古教會跟你選戰 一定會是這樣 就算你未打到也好 未跟他接養也好 他已經跟你選戰 所以一接養就已經被人幾面位 甚至調回來就要開始打其他人 一定會跟你接養到 那你翻獎也是一樣的 那你打控 因為他去到全國編 他也是分兩大branch的 胡國縣和吸血鬼 即是兩大女主角 京堂仙內和天堂狗辣記 那你怎樣去選他 即是你開戰了 譬如說我要打吸血鬼那邊 因為吸血鬼那邊 你剛才說到 如果你不理的話 那他就不斷在那裡 不斷自己殺自己人 是啊 那個巨魚背又死了 那個巨漢死了 那些人不斷自己死 所以一定要盡快打 全部都是要 還有要怎樣控制住 捉到人 又不會堆壞到他 那件事 還有他有些事是Event 譬如說 你在學完院篇的飛車黨 他是逢10 20 30 40 50 就會出現一次對話 你跟他說話 他又升一顆星 因為他們前兩代都有一個系統 就是你要做到三顆星 幸福就會能力上升 基本 不是 一個會能力上升 還有五顆星的話 就會下一次再玩 那麼這個中成績 就叫做有成績 就不會減少 是啊 所以周目繼承是非常有用的 甚至你可以有一個最壞的玩法 就是一開始就是把重點角色全部升到重要Event 都是重新玩過 但是他已經是升了升了升了 即是他全能力都已經高了 已經是 是的 天人打法是非常之 壞的 但是適合各位 如果新手可以試一下 是有多不錯 但是去到大大角 就應該 很少這些東西 因為第一 你要抓人 又要一下子打死他 打死就可以了 因為他Event 又可以抓 基本上 做薄草 是你知的 沒什麼用的 大家有玩過 只要抓藍 還要抓藍 還要抓藍 但你自己也有 那邊也有 有些藍很過癮 好像說中國那些 有些藍 金丁丁 那些人 但是那些實用性低 其實大底角 你說抓人其實都很難 因為當你裝了一部部鑊藍 你的軍力是弱了很多 但你要在彎中贏得到才能抓到人 因為那部鑊藍要360 很浪費位 很浪費指揮力 所以你說抓人 是否比不起上以前兩代的難度 我未必一定認同 這個是抓主要角色 講的是抓主要角色 抓主要角色 是抓的嗎 是立繪角色 另外有單人立繪 那些 其實你會見到 這幾代有個很明顯的分野 我們剛才說了這麼久 都會略知一異 但是 整體而言 大家對這遊戲的評價是怎樣 這系列的作品 評價是怎樣 我們兩個老鬼 立場來說 簡單的大家說一下 要我說就是 熱情一代 不如一代 我不是 只是不是本來是遊戲的好話 而是製作的熱情方面 奧斯方面 本來是 已經有十個 還有無數的搞笑 立舉 小事件 很方便 看得出他們 每一個細節都非常用心 非常用心 非常用心 基本上 玩中了任何一個出場 一句對白 他們很用心地去做這件事 黃大逆開關 還有一個選舉機構 3K多 你會給錢 我不如和你一起賄賂五分賬 又會玩黑材料 好像現在選特首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還有我再說了一件事 其實奧斯有一個最厲害的 就是 捉了一個人 你不一定要拿他來打 基本上有三種用法 可以分為三種用法 說得 尋問 尋問 即是 直接是敲敏若打 那一類 當然是那些 大家都明白 是SMP 來的 或者是 直接訂那個記載 好像有一個記載 不是 應該稱之為 風軸店 對 因為 人家是這樣寫的 叫做買春館 對 你還要訓練他 對 受個專人回來 四個級數 你怎麼可以由一個普通人訓練到他 最厲害的 上級紀輪然 因為你要訓練得越來越厲害 最後會變成這個越奴隸 對 然後他就會變成超級一場賺很多錢 就會成為你整個地盤的主要生育來源 相對於你想做正人君子的話 你也可以有錢的 就是 你開咖哩好了 賣咖哩飯 但賣咖哩飯包你一口吃 然後一定會死 IM 其實你玩這麼多戰略遊戲 其實是否這個賣春的設定 是否只有大惡斯才有 暫時應該是 因為以黑社會作為這個戰略遊戲 如果你說戰略遊戲當然只有他有 但以SLG來說有很多 SLG來說有很多 你怎麼訓練完之後 拿他做什麼 我最近有空寫日文的Custom Made 3D 都有這個比賽 睡完後 你怎麼跟另外三個尾對抗 然後我背肝藥九九九 四條狗 問你死了沒有 我打到Van A 還要是所向Payme七千幾八千分 這樣打到他 因為他在四個Pay裡面 他被人內部折折了八次 大家應該懂得多說什麼 但說起來 汪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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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 沒問題 頭加都可以 這樣 所以大家會看到 另外一件事 就是因為 一個內角 你可以拿他做不同的用途 所以他有不同的CG 所以滑板性也會增加 因為頭兩代人物達成事件之後 他的能力會上升 於是你有個玩的原動力會大一點 可以當作特典 這個就是增加遊戲性 同一個角色 可以前後 最少都可以玩兩次 最少都可以玩兩次 還有他的角色 他本身也是有 有些路線地區 你又要玩完一次才可以玩 玩完第一次 第二次才可以玩 第二周目 大帝國都是 藍度 藍度 藍度也會增加 他那邊會問你 會增加難度 會增加新角色 會增加新地 他大樂師是有這件事 等於好像藍絲綠的虎木柴 那樣 那個魔奴真的好多人害怕 很怪獸 打合贏 哈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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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這些 但無可否認 初代的立繪 一定會比較有信息 而且會有一個很明顯的 因為整個系列都是 多畫師制的 那你會看到 初代一陣子 作畫的分別 比較大 很大 但去到現在 因為現代的畫 大家都去到差不多 因為不是已經說 CG方面有一些 CG方面 可以給CG方面一次過整理 所以沒有違和感那麼大 所以 現在 畫上 其實翻唱已經算是很好的 翻唱是很高質素 翻唱是很高質素 在那個年代來說 算是神級的CG 對 那個CG真的是神級 神CG 還有因為 講完兩件事 之前有講的 有講故事 就是 主 善 女 角 沒錯 大帝國是沒有的 除非你當是帝 或是真希 惡斯 惡斯 他這邊比較特別 他雖然會是 非常不介意發生關係 但是 他一直就 認為 戀愛對象 或者結婚對象 只有一個 對 說回我們大帝國 那個男主角 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老婆不見了 這個 設定上的水口 回來之後 又問你 你忠不忠誠 還有他們對於這個 女角的態度 都是不同的 是非常之不同的 啊 由第一 反過來來說 東香其實就是 很好先生 不用說 就基本上 你有什麼要求 他都可以幫你做的 還是 希望各位女性 幸福快樂 另外 狼牙呢 就是 怎麼說 有情有情勝利 會對於 喜歡的女性 觸手 但是 不會特別做什麼 都對於女角 你想做什麼 我幫你做 但是你給回 肉體報酬 這個就是重點 之後 惡師這個 真是肉體報酬 但不是女角給 惡師肉體報酬 而是惡師給女角 肉體報酬 在遊戲設定上 他的技術 應該 或者 真的去到神級地步 基本上 有些角色 普通說 是不能讓他加入 而是必須強行 所以他的忠誠度 令他的身體 純服於你 所以他的忠誠度 是有兩種的 其實幾種 一種說錢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 肉體關系 另一個就是 本身忠誠 跟你說人誠 所以 有些角色 你用不同的方法入手 他就會變成不同的 性質 有些人可能是忠誠 但有些人會變成 一種錢 因為不同 例如 將軍那兩個馬仔 那些就會 所以 將軍那兩個馬仔 基本上 你 所以 會看到 三個作品 雖然是同一個系列 但是 自由度 系統上 各樣各樣東西 都有個分別 但是 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要 向這個系列接觸 我們不要計 惡師 惡師應該是 難玩些 惡師 或者 與其說難玩 或者劇情 有些人接受不了 如果說 番掌和大底局 我們覺得 哪一隻會是 應該開手些 番掌和大底局 哪一隻會比較開手 我覺得 你完全沒有玩過 就玩大底局 會比較好 完全沒有 對 我覺得他這隻 容易上手 對 人家前是有 壓低檔 對 是前提檔 沒有壓低檔 我們打到很地獄 那些人 一出的時候 番掌其實 應該說 你本身都要看開 有一定經驗 一定經驗 會比較好 對 但其實番掌 他已經是好的惡師 因為他有一個成熟系統 對 他是 你打學校的時候 你一層層樓打 然後 你的戰鬥 是慢慢讓你 慢慢上 慢慢上 就不同 惡師一來已經是跟你 地盤打地盤 等於全國mode 那樣打法 但若然說回有些 玩家喜歡玩一些劇情 那我是不是 應該接觸一些大惡師 其實 我 我見你剛才說 好像大惡師的劇情 他真的用心過很多 和笑料 其實劇情 其實大家都搞笑的 但如果你說有一個明顯一點的 明顯一點的 應該是番掌 因為他一開始就說要全國際八 就兩個女角選一個 是 得一就不可以得二 即是你一天要速度型 無限迴避 一天就要血牛 是啊 我絕對是會叫線路要血牛 我是不用他的 那就被人抱走他 不關我事 應該是分東西兩條線 一開始 番掌分東西兩條線 惡師都是全部攻略的 走法只有一條 番掌有多樣東西 就是 你那個女主角呢 就可以跟他不斷地累積level 然後又有新的CG 所以每一個女主角的CG 基本上都超過十幾二十張 是 但他有六個女主角的 是 所以其實他的CG量 算是幾大 一定多過大帝國 因為大帝國他都是一個起兩個子 沒有什麼交流 還有他的交流基本上是 你跟他說話 H-Event 沒有東西之後 開解一下他 沒有什麼用 增加感情 大家增加感情之後 就可以來的 是啊 當然啦 你說那兩隻 作為一個多人問題的角色 其實他的CG方面 不會真的每個人很多 但是 那六個女主角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很多 因為他不同level都有 他差不多到九 不 不 就是level 最終是level 一至八 所以你會想到 其實量是怎樣的 這個 不如說結局 其實結局方面 其實也是很重點 大帝國這方面 也是被人嚇到很厲害的結局 那些叫結局嗎 那些叫結局嗎 那些叫結局 那些叫結局的 好大哥叫結局 結局之後也有少了 叫結局 是啊 說結局先 是結局的 那些叫結局 是結局的 很愉快的 那些叫結局 其實就只有一個線 但是因為 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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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戀愛的隊長 而會有不同的結局CG 但實際上 只有一個線 基本上是完美結局 對 基本上是完美結局 那翻掌方面 也是很類似 但是 都是跟那班女主角客 就是跟那班 是跟那些女主角客 或是跟狗娜吉一起去魔界,或是跟委員長一起開花店 好像銀魂的那間花店那樣,那些比較驚訝 但大帝國應該是八個有十個,但其實好像第一和第二,聯合藍隊就是多一個人和少一個人的分別 有些是你找老婆,你選了忠誠不忠誠,就分了兩個人,都不知道做什麼 這裏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還有打宇宙怪獸,日本統一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你前兩作,你所選的老婆和鞠躬的方式,打對方是沒有關係 但你大帝國的話,你先攻哪邊,你的戰略取向是怎樣 就是取決了你收到什麼女國,還有你那個條件達成的東西 所以你是很戰略主導的,你不能說,我明明要女國A,但我因為這樣的打法,我出不了結局 因為你的戰略,攻略的地點就決定了你收到什麼人,然後決定了你拿結局 你就不會說,你是一定要打他要你打的方法 就是一定要走過一條線,觸發這些全部可以觸發的意義 所以我要跟著他的模式來打才能夠做到那個結局 但大帝國就是直接收到角色,攻略員,沒有多少回合前的 直接收到所有角色的話就搞定了 前兩作就是你任你打的 但是你和你老婆或者女主角的關係是獨立於你的戰略 你可以有個自由度,不用跟著她走,你已經可以達成女國的所有東西 這個也是另一個我不喜歡大帝國的原因 這個大帝國其實應該都是新派 新派那邊說過了,Tidy說過了 就說自己是因為太過投入,抽離不了 對於這遊戲有很多部分執著一起 所以才決定踢給新人做 但是這個應該叫毀如參觀 或者已經很壞一點都不是毀如參觀而是直接壞了的遊戲 這個是怎麼說呢? 哪有遺憾 好了,大家都聽了這麼多,對這幾天見 都多了少了一點興趣 那如果想呢,就自己去買一整天玩一下吧 對呀,說起來是大頒獎的,廉價版 29480元 還有GETRO業賣 不是,那是2941元 2941元 2943元 廉價版 大頒獎的那本我有 那本有,那本現在難找 哈哈 大頒獎那本,我見過,但我沒有買 那本很難找的 大家就說一下吧 另外,他當年有個很有趣 因為現在大帝國的特典是 即是藏單 有電話單 有電話單 有海報,大帝國軍才有海報 大陣營 我最印象心就是 翻掌呢 好像是Softmat 它是 九那記的水晶 是以前 以前我們尼斯 出的那些特典 是比較好特別的 真的好特別的 真的好特別的 好像靈波王 哈哈 有聽人網 那所以就 是一個 藏品來說就是很好的東西 但是現在有所得到的 所以那裡大家都不要緊 大家現在去買都找不到 是找不到的,沒有人放出來 這些一定有 好啦,那大家有機會大家去 嘗嘗 或者嘗嘗 以上的作品 好,我們下次 好 Rubai 再見 再見 好 再見 再見